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和大家看一個奇案。 這個奇案發生在2012年11月, 兇手犯案的手段令人驚奇。 怎麼驚奇呢? 就是他三個老婆都同一種死法。 在2012年11月, 日本有一個監獄中,一個叫神谷力的人離開人世,享年73歲。 不過當時他轟動一時, 甚至乎很多人稱他為完美犯罪者。 神谷力曾經是一個會計師, 穿到一身西裝,看上去事業有成。 但大家都猜不到,一個這樣的男人, 竟然親手將自己三個老婆送上黃泉路。 他的手段亦令人無骨悚然。 因為他是能夠成功握到很多人, 包括警方。 如果不是有一個細心的法醫, 和一個八卦的愚民, 他可能就成為真真正正的完美犯罪大師。 可惜天網灰灰疏而不留, 神谷力最終都是被人逮捕了。 但他到死都不承認自己的罪行, 甚至乎寫了兩本書為自己辯護。 那他是否真是無辜呢? 神谷力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出生。 他爸爸是大學教授, 媽媽是家庭主婦。 在日本來說, 女性生個小朋友或結婚之後多數都會做家庭主婦。 但在他八歲那一年, 神谷力的爸爸因為政治原因入獄, 媽媽竟然選擇離開。 所以, 童年的神谷力其實不幸福。 成年之後的好渴望能夠成功, 好渴望能夠被人認可, 亦都是這種渴望將他帶到人生的另一條路裏面。 而事業有成之後, 神谷力就開始拍拖了。 而這個時候, 21歲的公子就走入他世界。 公子是一個護士來的, 遇到神谷力那一年, 公子剛剛才在護士學校畢業。 神谷力當時成熟、穩重, 可以說得想吸引到公子。 而他們拍拖的時間亦都好甜蜜。 好快兩個人就結婚, 幾年之後生個小朋友, 一家三口當時幸福美滿, 但命運好像與幸福家庭開玩笑。 17年後的某一日, 公子突然, 心口好毅住, 劇痛, 呼吸困難, 臉色蒼白。 神谷力是方方茫茫地把他送到醫院, 但一切都太遲。 醫生宣布公子因為心臟病突發, 搶救無效死亡。 這個消息突如其來來得太快, 太恐怖了, 令到神谷力可以說得上是傷心欲絕。 在公子的葬禮上, 神谷力好傷心, 一次又一次摸著老婆將照片哭到收不到聲, 亦都無人懷疑公子的死因, 因為心臟病突發這一種事, 大家都預計不到。 第一任老婆死了沒多久, 神谷力意志消沉了一段時間, 過了沒多久, 遇到第二任老婆夏剛, 夏剛把頭髮又長又黑涼泥, 笑容都好好看, 而且她喜歡跳舞、 喜歡熱鬧、 喜歡一切充滿活力的東西, 而神谷力成熟穩重的氣質, 和她造成了一個互補, 兩個人好快就墮入愛河, 過了沒多久之後, 又結婚。 婚禮上, 神谷力情深款款地看著她, 而且帶著笑意好像已經走出上一段悲劇。 結婚後, 夏剛遲了職。 全心全意地照顧家庭。 兩個人令到大家都好羨慕。 但這種幸福景象竟然又是痰花一燕。 一年之後, 夏剛在家中突然暈倒, 送院後不治身亡。 醫生的診斷結果是心力對折。 神谷力又再次死老婆。 連續死了兩個老婆神谷力好傷心。 周圍的朋友都覺得她好可憐, 甚至乎覺得, 喂, 這個男人是否身邊有什麼魔咒呀? 被人詛咒呀? 如果不是老婆, 為何會不斷死呀? 經歷了兩段令人心碎的感情之後, 神谷力竟然沒有對愛情失望。 又和一個年輕的女仔一起, 這個女仔叫尼座子。 尼座子很年輕, 充滿活力神谷力, 亦對她一見鍾情, 六一閃婚。 尼座子是被神谷力熱情和執著打動, 答應求婚。 而結婚之後, 神谷力對這老婆可惡備致, 關懷入尾, 好似要將死了兩個老婆的愛都放在她身上。 但想不到三個月後, 尼座子在蜜月旅行中突然離世, 死因同樣都是心臟問題呀, 三段婚姻三個老婆, 同樣的死因, 難道全部都是巧合? 尼座子的三個好朋友都好懷疑, 見到神谷力在葬禮上哭成這樣幾個好朋友, 雖然看到你這樣哭, 但仍然都好疑惑呀, 為何會這麼巧合呢? 好地地一個人說死就死? 每次都心臟病, 太奇怪了吧? 而且尼座子曾經同他們講過, 說神谷力是給一種特殊的營養品給他吃, 說是會對身體好, 會不會是毒藥呢? 原來憑日的懷疑不是空原來風, 尼座子一直身體都好健康, 為何會突然之間心臟病發? 他們亦聽過, 神谷力的前兩任老婆都是因為心臟病的問題離世, 三個老婆死於同樣的病症, 難道都是巧合? 而葬禮上, 神谷力一個人對著老婆的遺照很傷心, 處理著各項瑣碎的事。 但他處理事情的時候, 是異常地冷靜, 他的表現是加深了利座子的朋友的懷疑。 他們將心裏面的疑慮, 告訴警方, 希望警方能夠查明真相。 警方很快加入調查, 他們發現神谷力雖然表面很風光, 但實際上是負債累累。 而且更令人震驚的是原來他為三個老婆 都買了巨額的人身以外保險, 受益人就是他自己。 看來這案件很可疑, 會否為神谷力精心策劃了一場又一場殺老婆騙保險的陰謀呢? 真相究竟是什麼呢? 為了搞清楚真相, 警方就將神谷力帶到警局接受調查, 但他否認自己殺害老婆。 面對警方懷疑, 神谷力是不方不亡, 這樣講述自己有不在場證明, 好像一早有預備那樣。 他就說公子死那天, 改公司加班, 處理一份緊急的財務報表。 這一點, 公司的同事都可以同他作證, 而下剛出事的時候, 他在名古屋參加一個重要商務會議, 機票、酒店紀錄都可以證明行程。 講到這裏, 神谷力想哭, 至於第三個老婆利座子, 神谷力深呼吸了一口, 然後再整理一下情緒, 對他說他出事的時候, 自己在大阪機場準備搭回程的航班, 他說機票、登機牌、 甚至乎機場監控都可以證明他當時不在石環島。 而神谷力是擁有這些無懈可擊的不在場證明, 是完全將自己置身事外, 難道他真是這麼不幸運, 全部事都是惡運, 但警方就沒有被他的偽裝所迷惑。 他們深入調查很仔細地核查了神谷力所提供的每一份證據, 和對三個老婆的死因進行了重新調查。 後來發醫的驗屍報告重新交給警方, 就是三個老婆都不是死於心臟病, 在公子和下缸體內檢測到微量的烏頭鹹元素, 而在利座子的血液中, 除了烏頭鹹, 還有河豚毒素。 而這些毒素都將事件指向一個方向, 就是蓄意謀殺, 令人更加震驚。 原來就是神谷力曾經大量購買過烏頭鹹和河豚。 而烏頭這件事是花來的, 不過它是有劇毒的, 服用過量身體是會有問題的, 但神谷力就說自己買烏頭就是為了觀賞, 而買河豚就是為了研究河豚料理。 但這些解釋, 我問你們信不信呢? 一個對植物和料理一竅不通的人。 這麼突然對烏頭和河豚產生這麼濃烈的興趣, 但又有新的問題出現, 烏頭鹹毒性發作快的。 法醫檢查的結果顯示利座子在中毒一個小時後, 才出現症狀不太符合常理。 難道有辦法令到毒發言恥? 就在這時候, 有一個愚民看到新聞報道後主動聯絡警方, 他說自己懂得神谷力, 而且神谷力是他的老顧客經常來買魚。 買魚很正常, 你找警察幹什麼? 問題在於他所買的魚就是河豚。 河豚肉質鮮美, 但是有劇毒, 處理不當, 吃完河豚就歸西。 這一個叫做拿人命的料理來的。 神谷力, 作為一個會計師, 無端端買那麼多河豚做什麼? 不通他想轉行開河豚料理店? 警方當然不會放過任何蛛絲馬跡。 他們立即找到這位愚民, 然後詳細詢問了神谷力買河豚的情況, 得到的答案令人很震驚。 原來這麼多年來, 神谷力竟然陸陸續續買了1200條河豚。 1200條河豚, 這個數字是很誇張的。 警方直覺告訴他們, 河豚很有可能就是解開謎底的關鍵, 他即時聯絡了一個叫大野醫生, 叫他和利座子的血液進行重新檢測, 看能不能找到河豚毒素, 大野醫生都沒有令他失望。 在血液裡檢測到微量的河豚毒素, 這個時候神谷力的謊話不公自破。 他買河豚根本不是為了開什麼料理店, 而是為了提取毒素用來殺老婆。 但新的問題出現, 河豚毒素和烏頭鹹, 兩種毒藥。 神谷力怎樣利用他們實現到延遲毒法的效果? 他們說這個難題就算是經驗豐富的大野醫生, 都想不明白, 他查了很多醫學的書, 都找不到任何和河豚毒素, 還有烏頭鹹有相互作用的紀錄。 難道這兩種毒素之間是有些秘密在裡面? 警方於是決定進行實驗。 他們就拿了河豚毒素和烏頭鹹, 按照不同的比例進行混合, 觀察他們的反應, 然後記錄毒法的時間。 後來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甚至乎大野醫生都開始懷疑自己判斷, 難道這兩種毒素之間是不存在特殊反應? 神谷力真是無辜? 在他們快要放棄的時候, 就由一次偶然嘗試看到希望。 他們發現河豚毒素和烏頭鹹用特定比例混合的時候, 毒力沒有減弱, 而且能延遲毒法時間。 這個發現令到大野醫生很震驚。 於是他不斷調配兩種毒藥的比例, 終於找到一個神奇的組合。 但河豚毒素和烏頭鹹以1比10的比例混合的時候, 毒法時間竟然能延遲至少時40分鐘後。 即是說這個死亡時間和利座子的死亡時間吻合。 來到這個時候, 真相終於浮出水面。 神谷力精心策劃的完美不在場證明, 就是這樣被大野醫生破解了。 就是利用兩種毒素之間的特殊反應, 是成功控制了毒法時間。 而且他是將毒素注射到老婆的保健品裡面, 令到自己老婆毒法身亡的時候, 自己身處幾百公里以外, 是製造完美的不在場證明。 而後來警方也去到神谷力家再次做搜查, 是發現到大量精密實驗器材。 而這個男人能夠自主順利製造出延事毒素, 即是說他在化學和生物上有一定造藝。 不過透過這一類實驗器材, 他眼中看到的只有保險金。 去到1994年, 這個沖繩烏頭草毒殺事件終於作出判決。 雖然沒有毒殺前兩個老婆的證據, 但神谷力殺害老婆利座子的證據是非常確鑿, 所以判他無期徒刑。 雖然他堅持自己沒有下毒, 但他面對媒體的時候已經沒有之前得意。 而神谷力也在2012年在監獄中因為癌症去世, 而殺老婆或殺另一半握保險金的這類案件其實時不時都有。 而據問當年的保險金高達2億日元, 當時是一個巨額保險金來的, 所以他在五年內殺了三個老婆。 而神谷力在審判過程中一直堅持自己無罪, 甚至乎寫了兩本書, 第一本叫《嫌疑犯謀殺案》, 後來就算復刑時, 他仍堅持抗辯表示自己清白, 又寫了第二本書, 這本書的名叫《人為的終身監禁謀殺案的真常》, 而他死時73歲, 到最後他死在監獄中。 而根據新聞資訊所講, 他和老婆所買的保險是高達2億日元左右, 四間保險的總金額加起來是1.85億日元, 而這些人受保險每個月的保費是高達18萬日元, 而且有些保險是在老婆死前20日買的, 只是交過一次的保費。 所以有部份的保險公司也都用這個理由去延遲了賠付, 但後來神谷力是非常之聰明的, 他利用輿論、利用媒體, 是分發他早已準備好的資料, 就說他老婆有病或者突發病這些事件, 他是不知道、不癡情的, 是不存在違反保險中通知義務的情況。 後來這些保險告到上去東京地方初審法院神谷當年是勝訴的。 而保險公司提起上訴的時候二審情況改變了, 因為對他老婆進行試檢的大野法醫是證實到神谷力老婆的死因是有可疑中毒死亡。 而神谷也是因為這件事件撤回訴訟。 而這一個案件來到這裏就叫告一段落, 好像這些情人幾恐怖, 是能夠令到你直接上西天。 除了拿乾你的錢之外, 亦都會和你買份巨額的保險, 你死了的時候, 你條命就值錢了。 好了,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吧, 我們下集再見吧, 拜拜!